威威 今天 问题的问题 你想要我 还得想要这个答案 你如果现在就想要这个答案 行 他俩就没有以后了 那么凶啊 我让你好好考虑明白了再告诉我 我真的现在受够你了 这是干嘛要这样呢 我真的就是 受够他现在这样了 就是平常啊 你就情侣之间吵架 三天一小吵五天一大吵 行 他一天三吵 给他答案不就是了吗 你跟我说啊 我已经我感觉 我已经忍够了 反正我不管他要什么 那你有什么你跟我说啊 你给我好好说啊 我没有什么可说的 我今天就是这个问题 你是想要我 还是想要这个答案 我有答案 既然他选择 要答案 我可以给他一个答案 其实这个头发就是我隔壁室友小凡呢 对 确实编导跟我说 有个女生来到了现场 来吧 我们要一起迎接他一下好不好 热烈欢迎 好不好 来 把门打开 大姐你穿上这样 你是来参加什么晚会啊 你们俩给我 怎么着啊 我是尽用那个舞台 你们俩能给我留个地儿吗 你往中间挪一下 来吧 给我介绍一下 董老师好 大家好 我叫小凡 真是出手不凡呢 我是大闯的室友 你今天为什么来呢 他俩的矛盾可能有一部分 因为我是起的嘛 今天来就是想把话都说清楚 那我问你 你跟我男朋友到底是什么关系 我俩就是普通朋友 那他的嫂娟是不是你打扫的 是我打扫的 那衣服是你洗的碟的吗 是我洗的呀 当了招很多人的面 你也就能混得出去 你也太有心理素质了吧你 怎么着 我怎么不能承认呢 你怎么不帮你自己男朋友打扫去 你有男朋友吗 他有 不好意思 葳葳 那个 我其实并没有男朋友 我就知道你对他有意思 我之前问你 我就是想看看你是不是对他有意思 你还骗我 他又心急了你 你就是在抢我男朋友了 你还看我说 葳葳你够了 你还欺负我 你要是这么不信男朋友 那分手吧 行了 小凡 你也别吵了 别吵了 他必须要分手 他就是来跟我抢你的 他也不吵人 他抢我男朋友 你也不吵人 我再求不起你了 我来前不告诉你了吗 过来我是让你帮我解决事情的 你还跟他吵什么 这头发怎么会在他房间呢 就是那天我打扫房间嘛帮他 然后就是可能就不小心掉了 你看我头发挺藏的对吧 你头发掉哪 你掉的挺是地儿的 这个我就 他感觉是故意的 另外我问一下 你平时也穿这样吗 对我喜欢这样的 你不喜欢我就算了 行了行了你别闹了 我问一下你啊 小凡啊 跟他是合租的室友是吗 对 那你为什么会帮他打扫房间呢 因为那段时间确实是 大闯特别累 然后威威也 也没过来打扫房间 我也有我的工作好吗 因为都像你啊 我没工作呀 大床 怎么样 我的大床这个人特别的会照顾人 就你认识大床在先手 对我认识大床已经三点了 那你喜欢他吗 我就是普通朋友 普通朋友 对 普通朋友你们还要干这些 这告诉我没有无私啊 你今天真的一点不感谢我吗 我求求你 说说你我假的嘴脸吧 那大床今天把你叫来是干什么 他想叫我来就是帮他解释一下 那接下来我们就解释一下 对 威威 所以我来是跟你解释的 所以你别跟我吵了 你慢慢解释 那你说呀 那我看你说什么来 站到这 这是解释的地方 来 站这 站到对面 来 你也学学人家走路的姿态嘛 对不对 他们俩之间的事 以及你的事 必须今天在这说什么 接下来是大床和小帆的告白时间 我先说吧 说完都走了 你说 大床 其实我今天来 我并不是说帮你大床来追回你朋友 就是说 我要走了 太好了 我知道了 你知道我是一个女孩出来吗 然后家里挺放心的 所以 这次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了 我家人已经帮我iPad好工作了 甚至还有我的相亲对象 大床 是 我小帆是喜欢你 那你刚才为什么不承认啊 我现在说了呀 我是喜欢你 小帆 你还 我之前觉得我对你做的那些 你先别 你先听我说完 我们想到你 不是 你记不记得了 我刚来的时候 刚搬过来 工作没着落 跟你们都在一起 有天晚上我发烧了 39度8 我浑身都在冒汗 跟他特别人 一点力气都没有 这是我妈打电话跟我说 说女儿啊 过得好不好 我说 我说好嘛 我过得特别好 我朋友叫我吃饭的啊 不跟你说了 赶紧把电话撂了 就怕我哭出声来 然后当天晚上 听得起来太难受了 隔壁那个小夫妻 还觉得我吵他们呢 给我撂脸色看 我只能躲在被子里 悄悄地哭 那天晚上可能你 酒吧 晚上得早 回来得也早 你听见我会就过来 过来安慰我 你过来给我披衣服 过来带我去医院 我没想到 你会这么想 如果那天晚上 没有帮我的话 我到天晚上就走了 不可能这个程序 再这么久 你去让我感觉到 这时候是 没有一点温暖的人 你知道吗 你去围上 就有点温暖的人 我告诉你 我师父也这么对你 是因为我有点羡慕 我甚至嫉妒你 你有什么呀 你有什么 那种大黄状的男朋友 我什么都没有 哪一个女汉子 不是我软辈子 骗过来的呀 我什么事都 我自己去做 而你呢 但是我跟你说 我今天来几个阶 不是想抢他的 我真的要走了 所以你们的事 我以后再也不能去参应了 对不对 你考虑 我觉得 你应该改改自己的脾气 你应该对大嫂好一点 大嫂别人 真的特别特别的累 他每天喝那么多酒 要你早上 自己的照顾好他 咬到一杯蜂蜜水 都被点酸打击 就要什么的 但我爱吃辣 就多做点辣 这事以后都需要你来做的 作为一个女朋友 照顾他不是就该的吗 而不是每次都会 都妈照顾你 行吗 爱情的基础 不是信任吗 你应该信任他一点 听完你这句话 我是感动 但是我可能 真的是把你当成朋友 行了 但我想告诉你 我今天讲这话 已经说的够多了 我自己留点放过去 我 真心祝福你们两个人 我希望你们两个人 可以好好走下去吧 话题都说明白 彼此多点信任 行吧 行了 别说了 我走了 再见 你们都说清楚了 我知道我错了吗 你干嘛 你干嘛 你要去追他吗 我跟你说 其实刚才 我在跟你说的时候 我说你是选择我 还是要这个答案的时候 是 我心里面有一点动摇 我知道 但是我跟你讲 你知道我的工作 首先 我不能因为你把我的工作 不要了 就是因为你的工作吗 我很担心失去你 你对他们每一个人都那么好 我很担心 因为我的好友 我也会听他们那样 我很担心失去你 我才会这样的吗 我跟你讲 魏魏 可能我跟你以后在一起的 我以后还会这样 身上还会有烟味 酒味 身边可能还是会有 就是美女 但是 我敢吗 你们都说我有问题 好吗 我有问题 但是一个把两拍不响啊 你要是不瞒着我 我也不会这样吗 我敢吗 魏魏 你听我说 我已经 我已经想了很久这个问题了 现在 你能这么跟我吵吵到这 我想不到以后 我们在一起了 结婚了 你会怎么样 我太害怕了 我就是想让我们两个结婚 好好在一起吗 你别丢下我 你别丢下我 可能我们真的不丢下我 我错了 我错了 你也是我错了 你是不是 我そう 你怎么办 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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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正的爱情是信任 不是餐饮 是给予 不是缩取 是户爱 不是依附 只有用真诚 真心 真情 对待彼此 才能收获 真正属于 自己的爱情 我爸爸 他在那样无理取闹 当然瞒不讲理 我没有办法 我只能选择离开 可能我们两个 都需要冷静一段时间吧 还有小凡 其实我今天 第一次听到他这么跟我说 我真的挺感动 我也真 真挺感谢他这么长以来 对我做了这么多 让我感动的事 首先我就先谢谢他吧 我希望他回家找个好工作 找一个真正爱他的人 能找到他的幸福